谁到这准了 谁 嗯 怎么哈喽哭狗了 谁的哭狗啊 这里面这个逼死格子 能这么少进来的 绝对不是 这么快吗 这么快的吗 你出来 你看我叨不叨你 秀才哥在里边 有人坐关门 有人坐关门 我要去叨他 问你 嗯 嗯 剑鱼这个人是倒在我们脸上 我们当时在场的有拉起 实施秀才哥 还有鱼鱼鱼鱼 铜猪铜猪也在那儿 但是铜猪好像还没回来 然后那这边 这个目前我是觉得 目前这种情况可气 因为你也不知道 我们这边动刀的这个是 王拉起 你也不知道他是好人 还是坏人 对是不对 我是觉得可气好吧 而且我是蛮信他的 那所以说我这边我建议是 气票 不行我们再把那张牌打出去就行了 好吧 过 为什么要气票 我这一轮只能铁宝 这个包包 王大某 还有一个在那个盔甲里面 但是在盔甲里面 那个不是好人 只能这么说 CD太快了 气不了票 真的气不了票 气不了票 你这不是刀到加拿大吗 我听一下后面怎么说吧 看有没有人捞你吗 好吧 太快了 应该不是鱼鱼刀的吧 虽然我不在了 但是我 他也不晓得我什么时候回来不回来 他敢在我旁边 他因为他抱了我的位置 他敢在我旁边刀人 但是我还是需要你们告诉我是谁动的这个刀 我觉得动刀的 你一上来第一回合 直接就动刀 也没讲为什么 就我不认为是好人刀 只死了一个 你是怎么看出来 人家是不是狼 或者是不是什么坏身份 对吧 就在场的可以跟我说一下 我在那个书房 我过来 14万 我看见谁刀了的 但是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就当时是铜猪 在那没有动 然后猪大强走过来了 然后那个人 就刀了之后 他说猪大强你过来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是刀错了 但是铜猪让我说 但是鱼鱼也没有说 所以说我决定就不说是谁刀的好吧 因为我怕他是个好人带刀 等会被刺可狼拆走了 我觉得就很亏 因为猪大强不知道什么身份走的 好吧 他是当我们面刀的 而且是四个人当面刀的呀 我觉得是狼没有这么汗吧 好吧 我就过了 通通发言 在我听来就是在场的 有鱼鱼王拉奇 铜猪 十四秀才 因为我当时记得 我看到大魔的时候 我最早之前在书房里出来的时候 我到镜子下面遇到了大魔 最回合就倒一张牌 我只能知道大魔在我事业里 然后大魔在我看来是好人 因为他说有人做官门任务 然后他去刀这个做官门任务的人 然后当时在你们那边呢 就是我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有秀才哥十四 瓦拉奇铜猪鱼鱼鱼鱼 铜猪上厕所 那你们这里面肯定有人开刀了 第一回合的盲刀 是我不认的 就是你什么信息都没有 你上那些盲刀 是我不认的 就你内扛推的 这一下 在我看来 可以给后之位的人归票吧 秀才哥也在现在 秀才哥说完后面的人归票吧 好过 秀才朋友 我也去上厕所 我都不知道我出车在哪 回来就已经开饭了 而且 刚才宋子是说了 说 他可能是一个警长的身份 当了你们四个人面倒 但这么快的情况下 你怎么判断出过来的那个人 如果说是一个狼 从你们四个人面前经过 他也不敢出道 那你一个狼怎么就能判断 他走过来就是一个狼 直接给他一刀呢 有没有可能你们四个人 里面有存在几个坏的 对吧 你这个这么快的时间 那种警长直接出道 我是不太认的啊 过 是的 你说的没错 那么 在我这里 轰轰 秀可爱 都不是什么好人排 朱大强 他死于 就是 那什么 你知道吗 他这个手啊 他一直总缘乱动 他达不了SAD 当时那个人说 闪开闪开 朱大强 朱大强 那么夸 挨了一倒 倒下了 你知道吗 就是所以说 他死 他活该 你知道吗 所以说 这把轰轰踩我 从车踩那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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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ok 所以大摩发言 轰轰如果他是从书房过来 那那他大概率不做那个狼任务的人 因为下面那个关门任务被做了 然后修凯这个尿尿狼 他说他开饭了 他不知道自己复活在哪 他有可能是有没有可能用这个名义来做了那个 无间任务 因为他听了前置卫轰轰说的那个关门任务 所以他这一波他只能假装自己去尿尿了 有这种可能啊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做关灯任务 那个人看看其他后置卫有没有人保吧 这我的信息 我能保的是前哥在左边盔甲那 里面盔甲里面有个人是谁 那个人请你说出话来 你绝对不是工程师 顶天是个鸽子 过 宣武空发言是这样的啊 我们有两种情况 一鱼鱼叨到了加拿大人 二鱼鱼复数的没有任何问题 但我觉得从他的听感上来讲 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当时的发生的情况啊 跟他描述的应该是一样的 知道吧 呃 如果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文艳一点的打法是可以弃票 但是我这个人 我就想打得凶一点 我直接点踩两只 厕所狼 铜鱼削开 双篮 我就 铜鱼鱼投票了 说明什么 他急了 我就都打 过 我把茄子哥和麻辣某 里面有个放歌的 有没有可能是你猴哥 我全程没有人聊 你们有可能看到过你 而且这个到了抓墙的 你们保的这么狠的话 因为我不在现场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那铜鱼肯定是投着你猴哥 你们看着头啊 过 不打墙 我在误动啊 自己撞枪口上了 把自己过去挨的一刀 这能投我 自己撞枪口上 我觉得你需要感恩 感恩一下 哎呀没事吧 随便点一个嘛 无所谓的嘛 我这边随便点一个 猴哥你在不在 我在个屁 我在好好玩了 来 来 我靠 好好听一下 他们是什么 身份 嗯 嗯 嗯 有 里面 这么快 尤其他 清风 下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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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李贝唐 唐到了王大谋的尸体 那同株肯定是好人了 那茄哥上一轮他说他包包跟王大谋 对吧 那在我这儿 小可爱就是一笔定了 这轮我想投小可爱 过 王大谋是加拿大鹅 那你 再差一点我就笑出来了 你带刀 全票打飞 孙悟空 是这样吗 刚刚我被传了炸弹 然后同株说你给我 我就给他了 然后刚刚拍饭的时候包包在我旁边 同株是在拍饭上面那个过道 谁动的这一刀呢 大谋谁杀的呢 我能信一下包包 我叫猴哥 不 包包都这么说了 对不对 王大谋给包包包的信息 对吧 加拿大鹅 那我们出生后空 对不对 我 我嘎了 兄弟们 我炸弹还有两秒 等一下一出狱 我就死 我直接投猴哥 他说我急了 我 咋急了 我上完厕所 我都念完了 回来 我还急啥呀 你投我 我不投你 我就投你猴哥 我信包包 我过 我还没说完 小财哥是正义使者 走到狗 红红发言 全票打飞猴哥 没话可说了你 啊 哦 嗯 过 瞅你猴哥 你都不知道我在哪 你就都出小可爱 出小可爱 我跟波波一直站在一起 波波都没刀 我也没刀 我被他贴好 就瞅你 过 不急了 咋 啊 玩不了 啊 嗯 哇 这边 我同桌 我直了 你好了 记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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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哎呦 哇 哇 呀呀呀呀呀 啊 啊 你空格就上来呀 孙悟空 我都孙悟空了啊 我都孙悟空了啊 我跟轰轰在那个饭堂那里面啊 轰轰跟孙悟空啊 直接一面上来啊 看到了 我在点那个猛敲钟猛敲钟啊 我过了 我过了 红发言 红发言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而且我还听到了 我给大家怀疑 按发 按发现场 我说这孙悟空能不出去 问题 大的 很 然后且个说 快开饭快开饭 然后这时候 下面进来那个谁 他直接冲到那个饭堂 那个摇铃旁边 直接这样 就是就是这个 你们的 这个你们听到吗 这个 就这么过 你们没有好好 我只信包包 同租在我这里 肯定 肯定也是个好 同租直接挂票的猴哥 包包在我这里是个好的 因为他 一直没有 这一把和上一把 都是没有中刀 我是直接挂票的 也就是上把 四个气票的情况 那说明 只有我们三个 投给他 因为都不吵的 直接先投 猴哥 我气死吧 挂 别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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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我没意义 为什么 你们看啊 茄哥你别装了 你提胡 你装啥呀 你把开盘用了 你直接进去 自助产了 全票打飞茄哥呀 对不对 你这不赶紧 把茄子给投了 投茄哥呀 过 投你送我 投不送我 反正都得投不出去了 那不能把提胡出了 让他们去自杀吧 开我提胡 谢谢你给我 金属 有道理 开我提胡 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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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哥 等会要是触发 猴哥 等会要是猎鹰 那个提胡时刻了 你就摇那个紧急任务 那个任务是会投 啊 啊 50来秒 干啥呀 我哥跟杰哥找一个 你拥脑呗 啊 啊 后者倒一个 哎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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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可爱 他太快了 哇 操 没事 问题不大 看你的了 别关灯啊 哎呀 有灵啊 啊 谁关的灯 请给我开个灯啊 谁关的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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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可以小孩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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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这把真的学哥赢了 小孩可以的牛逼喜欢两个了你可以的很棒了小学 因为就不是好好我修开牛了我还以为修开牛了可以的可以的小孩我的猴哥我前期见盘坏了我现在修见盘坏了谢谢阿富汗前期的水晶超火谢谢哦傻完了傻完了了OK我想崩来来点大气兄弟们差点送礼物谢谢阿富汗的前期 给个波波 哎好好玩一把吧 睡一把 真是太卡了 对吧现在不卡了猴哥 好 睡一把 现在不要用卡来用卡来说自己那个啥 你说你是啥你是啥 别别牵 我没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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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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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那儿记银的话 快走 给你们给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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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尸体是我蹚到的 包包你回忆一下是谁 刚刚给你擦肩而过往那个右边走了呀 听我说如果包包回忆不起来是谁 就直接出这包包 因为那个人在他前面就是走过去了 我蹚到这尸体 这尸体在哪儿啊 当时包包从上面冲过来 下边有谁下边有宋十四 我就记得宋十四 因为宋十四猛贴我还猴哥 对猴哥那猴毛特高 而就我在那个左上角 最左就是那个地方啊 包包从那边冲过来说啊 我身上有个炸弹给你们给你们 我一听我踏一下往左边跑啊 包包在我屁股后边 刚刚但是在我们俩之前已经有一个人先走了 包包肯定是跟他看到一眼 或者说就是他把炸弹递给包包 就那个人包包 因为他在我眼睛前面过了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没有尸体 他都没踩到 他绝对不是什么好牌包包 把那个人打出去 不是我员员员 但是我不记得是谁了 我好难受 过 我上来在那个锅楼房上面啊 复活以后啊 在那个锅楼房里头那里 这个桌子那里遇到了那个垃圾 我给他报了一下身份 然后紧跟着是有看到童珠 也给童珠说了一下 还有秀可爱秀可爱 也是站在那个实验室那里 然后我就在桌路房这个桌子这里 然后你们就报警啊 信息就这么多 不 当时是这样的 包包肯定是接了一手炸弹 但包包肯定知道不是我 因为我在那边做右边那个拼图的任务 那我也不知道 鱼鱼趴得紧 鱼鱼 往身上 你们自己分析一下呗 左边呢 去 包包肯定不是狼 然后切割不是 然后拉起没了 左边动刀的 好吧 十字万呀 我聊呀 鱼鱼说采药砖杀的尸体就一定是好人 对吧 先不先不谈加拿大 因为当时我们在跑的 我正能保鱼鱼 能保猴哥的 因为我们三人都是在前面跑 因为后面有炸弹在响 然后鱼鱼踩到了尸体 他说聊包包姐那个事情 对吧 你说他说他踩到 但是包包姐没有 那我没看见 我只我能铁保猴哥 我保鱼鱼的逻辑 是因为鱼鱼踩到了砖杀的尸体 他就大概率是那个好人排好吧 怪罪那炸弹狼 我不知道 我没有贴过鱼鱼啊 我只是他站在那墙边没有动的 好吧 他就来踩我 我就能保猴哥跟鱼鱼过了 我只能保轰轰啊 因为我是站在那个实验室门口 靠下的那个方向 轰轰站的比我还靠下 所以炸弹是从你们上半部分人传出来的 所以肯定不是我跟轰轰了 我 轰轰发言啊 我这里的信息是哪几个人啊 我刚才记了 但是猴哥有一个声音不对 他让我别记 我记的是哪些人 呃大强 猴哥我按从下往上讲 大强 大谋 猴哥 十四 铜珠 我看看包包 呃王拉奇 这是我记得在左边的这些人 邪哥如果说 邪哥是不在我印象里的 那就铜珠发言的是对的 邪哥是在实验室里面的 这是我记下来的东西好吧 然后我就是前问一下猴哥 为什么不让我记 我让他在记哪些人在下 哪些人在上 我按从下往上的顺序 去背给大家听 然后你们去盘 好吧 我只能提供这么多信息了 呃其他你们后面 你们说的牌我没看到 最后跟大家在一块应该 我是没看到你们后面 专插动手的那个场景的 好吧过 修华发言 我出生的时候跟同族一起走到的实验室 我是站在实验室里边 很挺快的走到里面的时候 直的后面过了一会儿 就有那个炸弹 我直直的就直接往那公路上跑 刚还没外出这几步 然后直接就拍紧了 那你就是说那个炸弹狼和那个那个专业杀手 直接在人群里面直接就是投了炸弹 并且混到了啊 呃你们刚才谁站在人群里面的啊 我是我是站在那个实验室里面 然后呃 我用那个过路反跑了 好 隐形的守护者发言 我当时全程在乌洞 没有人看得见我 我不是专业杀手 我也不是炸弹狼 我是铁好人啊 然后当时是卡在乌洞卡视角 我想看你们有没有人 你都过去了就跟谁跟谁 你知道吗 但是没有人没看到 那也就是说你们这里都出牢嘛 你们排一下 对吧 别跟我说什么出外之位啊 你们王拉奇那边就倒了一个 不要出我啊 过了 OK对大摩发言 我只知道我很难受 我身上有个7秒钟的炸弹 我是站在那个那个地牢上面最中间的 我不知道好像是包包吧 把炸弹传给我了 那待会听包包说 包包的话应该是个好人 他接一手炸弹 猴哥他刚刚为什么说轰轰别排 因为猴哥说他这把要C 那我就看看猴哥怎么C 过 OK我来说一说怎么C啊 呃 我为什么让轰轰不要盘了 因为刁德一是坏人的时候 他老在那里盘 我就感觉轰轰也像个坏人 但是我不踩你啊 你别急 首先朱大强保轰轰 宋死士跟鱼鱼鱼 他俩走一起对吧 我跟朱大强跟宋死士走一起 因为炸弹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往下面走的 秀才是外置卫的 那么包包跟小可爱 他俩就有可能是狼 对吧 那既然有人说包包这轮 他可以保 对吧 我忘了是谁了啊 那我们就出小可爱 什么人能有炸弹的情况下 往锅炉防跑来包包 赶紧说话过 那你要是这样排的话 那就出小可爱啊 我接了一手炸弹啊 对不对 就不可能出我啊 对不对 回去我扔了 我扔给谁我就不知道了 我应该是扔给王达毛 我扔给王达毛了 那个炸弹出去 是7秒起步好像 就不管你之前是多少 8秒吧 我记得是8秒 8秒 8秒 就不管你之前是多少 被冲票了 没被冲票 没被冲票 这个票型很对劲 这个票型 两个气票 一个头那谁 很对劲 李王达毛远点 李王达毛远点 他要炸了 包包虽然一手炸弹 但不能排除有狼面 我只能说 请 你可以把我排到狼面里 那我就在你的视野里 不动好吧 好的 我站在 王达毛已经死了 哎 那他没死吗 啊 他没死 我抱着金 为什么 我刀的这个人 他是茄子 为什么 当时我船炸弹 我复活以后 我身上有个炸弹 在储物间 然后是轰轰站我旁边 我把炸弹传给我轰轰 我不知道轰轰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后面走到书房之后 我看到邪哥在那个书房上面 做那个投石任务 我看我问他为什么不说话 问他在干嘛 他一直不回话 为什么 因为他刚时在连点点 连点点的时候 他是开不了卖的 所以说 我直接把他刀了 我还没死 OK 无敌 这轮 看后哥怎么c吧 我的建议是7票 过 我的建议是直接把你投了 为什么呢 因为 你这个 就是你 你没有一个警长的气势 你当不了一点点警长 我说句实话 我只能说你一点警长的面都没有 我要全票打 打飞王大牟 你们怎么看 宋十四可以回票 刚才秀才说了一句什么 说了完了 被狼人冲票了 秀才说什么 他不是专业杀手 他不是炸弹狼 那他是什么 他要么醍醐 要么刺客狼 我们先放放他 这轮 我就要全票打飞王大牟 我觉得他叨叨了加拿大鹅 对吧 他如果这个时候 他就跳起来 他说我是 我是那个正义使者 那OK 没问题 但你给我跳了个警长 你说你没死 还无敌 你无不了一点敌 给我全票打飞他 我无敌 茄子哥上一轮是和铜珠他们两个走的 如果茄子哥是狼的话 铜珠是不是就已经死掉了 那你王大牟你说 茄子哥连点的他不是好人 所以我也 我也认不下你这个警长啊 认不下 过 月月发言 我怎么觉得 茄子位猴哥不像好人 这个包包为啥不像好人 我跟你说了 上一把啊 你过来的时候 跟谁擦肩过 谁顶着你的脸 从上面走过起来 那个人叨的眼 你没点出来人 你就光彩他秀可爱呀 那秀可爱的票行 我觉得我认秀才哥一个好啊 他上一把 发言在我这看起来很真的 十四我也认一个好 那这边狼坑出在哪 大牟说他叨了茄哥 他没倒牌 对不对 他自动报了这个警 你除非说 茄哥他是加拿大额 那不然的话 我觉得他说不通啊 他那么远 他除非是好人 那不然他为啥要排这个劲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是觉得这把我 归不到票 我听一下 我可以听秀才哥和十四的归票 好吧 过 秀才哥外之位 你敢听这个归票 你是 我刚才故意说他在我旁边 其实他一上来 就跟我报完身份 他就单走去了 我只能说他在我旁边 要不然他刚才那个发言 我觉得太明显了 他说给 给 谁报了身份 然后又给我报了身份 我觉得太明显了 谁敢一上来到处乱报身份 肯定加拿大啊 所以我只能说他在我旁边 但其实他不在我旁边 他刚才就已经走了 包包是接一手炸弹 那个炸弹在我旁边 我看到他想的嘛 对吧 猴哥上来铁采王大谋 那我认猴哥一个好人 包包一个好人 我要投王大谋 鱼鱼这把发言有问题 好不好 我过了 齐哥是加拿大 我过了 十字发言啊 那这把已经就投大谋哥啊 我聊一聊 同株是爆出来 齐哥是加拿大的 认个好对吧 包包姐 是 包包姐跟猴哥都是不认大谋哥是警长的 那认两个好 鱼鱼这把发言有问题啊 你虽然说保了我 但咱俩站边不同啊 我肯定站猴哥这边啊 我不太能信大谋哥是警长 他说铁哥连点点 因为上一轮同株是保了铁哥 同株是保了铁哥的呀 且这一轮同株说铁哥是加拿大 那就一定把大谋哥点掉 对吧 就过掉了 秀才哥上轮说 秀凯被冲票 不知道 过吧 啊 这把我觉得可以出王大谋 然后我保一手手才哥 为什么是因为 我跟他在锅楼房单走的时候 他没嘎我 而且上一把他外置位啊 这案发现场跟他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啊 所以这把我保一手秀才 然后 投王大谋我 好这里是秀才 全票打飞是王大谋 对吧 同株都已经报了 报了之后说那个 铁哥是那个加拿大吗 那他还能有什么是警长吗 对不对 那加拿大额去领点的吗 那不可能的呀 所以说在我这王大谋是一匹狼 然后鱼鱼是站了王大谋的边 然后带了一手舞 对不对 所以说鱼鱼在我这像一张中立牌 你知道吧 他想打制衡 他可能觉得我像狼 对不对 那我不是狼 我好人呢 所以说先出王大谋 好过 丁刚走了 ok 慢走 ok 拜拜 你要去吧 不要回头 嗯 他刀 他刀加拿大额 报身份吗 报身份 你因为 鱼鱼你什么什么 鱼鱼 我信不了一点 鱼鱼你什么 鱼鱼是 好身份 你跳身一十的 你就猪大翔 我CD好了 我CD好了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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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CD好了 你吓人呐 你要我们秀太哥 朱大翔选一着 没问题 秀太哥和朱大翔选一着 秀太哥跑了 秀太哥跑了 为什么选我呀 你14你就不 我跟朱大翔 我跟朱大翔 不行不行不行 沒有要到我 哎呀 哎呀 我差一只 哎呀 我差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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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更急 我差 哎不是等一下 哎 咋给我倒了 我能问一下吗 因为 因为大翔选一了 你跑 你当时你反正是跑 你很怪 我只能说你很怪 我说我跟朱大翔一起走啊 我没有跑啊 不大翔姐还没到呢 你先跑两波 你就就有点怪了 大翔不活着吗 怎么直接 我当时是跟 我说我这边说话 我说我我跟朱大翔走了 我一听鱼鱼是正义实责 我直接就溜了 真害怕 再说了 你你不当朱大翔 你当我干嘛 哎大猫大猫 我我再玩一把 你叫个人来典替我 我再玩一把 我再玩一把 叫个人来典替我 好的 好的 我以为大翔跟秀才 我不想再谁了 谁一把差不多了 说句实话 哎 你这把怎么不去乌洞了呢 你别吃我 为什么 我我这把不想去乌洞了 你看我之前就这么卡着位置 你知道吗就这样 这样的话能看见人 你懂吗 你看我都说你别吃我了 哎呀 听成啥呀 我是 我不告你 我给你 我我我 我憋你 憋死你 我让你不知道我是什么 啥意思啊 不是 哎 我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呢 跟秀才哥在书房位置 然后他把我吃了 他把我吃完以后 他又把我吐出来了 谁刀的呀 没看见有人来呀 在乌洞里边 没瞅着 是我没看见呢 还是他自己把我吐出来了 不重要 感谢上帝 过 哦 那当时我是在实验室这个位置的 实验室我在这个实验室里边 这个打扑克的地方啊 然后我因为怕鸽子贴贴 我就站在那没有动过 啊 过 拉起发言 我也是在实验室里面 然后我进去呢 听到大强跟修可爱 两个人在那里 你把我 那我这边没有提到信息 但是我能保没开刀的 是大强跟修可爱 我就包包 包包没影响 其他人有点忘了 过 鱼鱼发言 那这一波猴哥感谢了大自然的馈赠 我是在那个盔甲 最最下边 哦 当时我的眼睛里边 能看到的有茄哥 然后拉起从下边上来 刚路过 然后修成在 然后玩色周 大强姐在 茄哥在 呃 拉起在 鱼鱼在 然后还有谁啊 我想想 我不记得其他人了啊 我觉得外自卫出刀的人 可以直接打出去啊 就这样的敢这样出刀 绝对不是很好拍 好吧 过 那这是我躺到的尸体啊 那是专业杀手刀的啊 轰轰是跟我重叠 那谁也没看见啊 还有铜珠 铜珠 那怎么不重要 修可爱是后面走过来 反正你们误导跟我也没关系 这个就报警了啊 信息就是这么多 就在张张盔甲那里面壁是过 动也没动 OK 大强修可爱 拉起 鱼鱼 且给我轰轰包包 对吧 不就只剩要么十四 要么王大摩嘛 听他俩发言 在那个地方 那秀才把猴哥吞了 那不管怎么样 肯定是他一个人站在书房那块 然后被人刀了呗 那出的刀的肯定是狼哈 我觉得鱼鱼这发言像好的 那听十四跟王大摩聊不够 十四发言啊 你们就这样把我忘了 我不是跟修可爱说吗 我说修可爱知道我身份 我死了就他干的 修可爱能为我证明 我在那个实验室啊 在实验室 那个盔甲那边 那听你们盘盘一拳 外之位只剩大摩哥一个人 好吧 修可爱 只要说出来我在实验室 那一票就一定点到大摩 大摩哥头上 好吧 嗯 我就过来啊 我跟王大摩是嗯 在咕噜房跟实验室中间那个门那啊 就是推拉了一下报了下身份啊 聊了一下天 所以这一枪肯定不是大摩弄的 也不是我弄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速度来说呃呃 秀才如果是那个醍醐吃完了就吐的话 一定是肠胃不好 这把我投孙悟空 我我觉得大强的发言还是挺正的 就是时间确实是 就 我听下来我应该也会投孙悟空 我说实话 你们不用打我顺惨 我可以听大摩怎么发言 发完言之后我自己决定怎么投 在我看来猴哥 应该挺倒霉的过 呃秀才发言 本来我想说应该是大摩 因为实际他确实在实验室 但是 你什么都给我报过身份的 一路我就直接跑到实验室 屁都没听到你就说我 我知道你身份 你死了就完 你什么你死了就完 完全都没下你身份 但大强如果说能把大摩弱的话 那就有可能就猴哥他自己到达加拿大额了啊 过 OK对大摩发言 我一复活全程是跟大强在那个那个 那个沟路沟房柜子的左边那个树线那里 我们两个人给了对身份 哎我是没有出过那个门的 这能踩到我身上 那就铜珠踩我和十四 然后十四单踩我 没时候踩回铜珠 我是不太能理解的 但不是他们的局 那猴哥说一下猴哥这个表演天赋 精进了很多只能说 还能编出来体肤吃的然后活的 还感谢上帝 我建议 感谢猴哥 祝猴哥 过 哎 我本以为是绘图转生 没想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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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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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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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呀你们的发言 我他们的尸体 你们是专杀杀的我汤到的 啥意思啊 那谁要投我呀那那王大某就不是什么好玩的了 我投的你呀 你为什么投我呀 你投的谁呀 你投的谁呀 我去票了 我去的票 我去的票 我也去的票 等一下 可是王大某也是跟我在一起啊 我去的票 那你要投的 谁投的 在这在这 我送十四 王大某你看王大某来不来王大某来不来 王大某在哪 王大某发言 我在祭坛复活的 然后我在里面想了想猴哥他到底是编出来的这个故事秀才哥是那个醍醐还是他是真的是一个狼或者醍醐把秀才哥吃了或者刀了 嗯我左思右想想了想觉得猴哥应该是对的猴哥应该是个好人 哈哈哈哈 然后我然后我从祭坛想想完出来以后我汤到一具尸体啊猴哥这回是我汤到的尸体 我在前堂的门口的左边 哈哈 你别吓出声啊 前堂门口的左边 汤到一具尸体 垃圾的尸体 哈哈 啊猴哥你信我吗 我这轮建议7票 过 哼哼哼 这回这回知道了吧 这回知道谁谁是汇气了吧 啊这回知道了吧 你连你妹妹你都下手 心真狠啊王大谋 那你这个猪大强 拿什么来保王大谋啊 你保不了了吧这回 这回我们得全票打费王大谋了吧 我说我感谢上帝 谢谢上帝 那这个上帝是谁呢 这个上帝也不是个好人啊 但我真没看见到底是谁呢 我为什么呢 因为我除了我是自动报警 我自动报警就说明他是专杀 这上帝也不是什么好人 那我们先出王大谋啊 先出王大谋 我只能说你这个表演天分 提升了一点 过啊 嗯 那王大谋这个感觉就是了爆了 但而且当时我们所有的人 好像差不多都是在那个盔甲旁边 是吧 那突然就拍了 嗯出王大谋 过 曲发言啊上一把我失去了票 我觉得就是大谋有点炸 呃然后呢现在这一把就出王大谋嘛 我但是这个大强也绝对不这么好拍啊 他保了保了一首王大谋 那我们所有人在场情况 你只能盘猴哥他是蹄虎或者是狼 对不对 那现在反正这一把王大谋都爆了 那你打猴哥和王大谋共编吗 他们也不共编 呃先出王大谋嘛 好吧 过 那就出王大谋啊 茂名大数据 一点都错不了 一点都错不了 然后我这一轮复活是跟宋十四复活在啊 一起的啊 然后我就在那个盔甲里 呃站着 然后有铜珠 轰轰也过来逛了一圈 信息就这么多 然后这个 铜大强是保了王大谋的是吧 啊 我这轮王大谋 过 我知道谁 刀了秀才哥 肯定是掉的一 全票打飞掉的一 过 呃 十四发言啊 朱大强 其实是 其实先不用盘朱大强 这一轮一定点大谋哥 好吧 朱大强是可以保大谋哥 大谋哥上一把是没有开刀了 为什么呢 因为猴哥说了 秀才哥是醍醐 他是踩了钻砂的尸体 而大谋哥刀了拉奇姐 拉奇姐是将他自动抱的井的拉 那大谋哥是刺客狼 炸战狼和钻砂狼 炸战狼是没刀的 炸战狼刀了拉奇姐 是不会抱井的 所以大谋哥是刺客狼 等会儿出去 大强姐就交身份就好了 交不出来身份 警长直接去试弹性 然后还有轰轰哥也是 轰轰哥也是保了大谋哥的 好吧 所以我会下一轮他俩就交身份就完了 这一轮就说大谋哥 大谋哥 百分之九百分之一百的刺客 因为秀才哥是体股 好吧我就过了 那把肯定是投王大谋 他想养我猪看来是 第一把为什么保他 是因为我还是说 是因为第一把他没动刀 然后他跟我报了身份 我眼睁睁看着他 我就在实验室 所以我肯定是保他的对吧 因为我的视角里面只有他 那不一定说这么招保了 他是狼 然后我也是狼对吧 宋十四视野很清晰 宋十四 朱大强第一回合 我直接对话在场所有人 第一回合指导牌秀才哥的情况下 王大谋和朱大强在一块 他能不能保他 我一张外置为牌 我听不出来身份 我什么时候保他了 我说平听感头 上一把我气票了 你气了吗 你这把很着急 大谋要走的时候 你还顺势带 就来带朱大强和我 你什么身份 排身份排身份 我进去实验室 第一时间找到谁 找到王大谋 我找不到你下巴你过来 宋十四 你别不来实验室 过 啊 他大谋先 我有点懵了 我可以 等下盘下宋十四 过 感谢上帝 你我肯定好人啊 你好不了一年啊 你好不了你 你好不了你 你铁了 红红跟铁有问题 不是红红 你刚不是要投猴哥吗 对啊 我说听 谁是上帝 你什么这么别动 别动 别动 我们两个先别动 我们两个别动 你别动啊 你别去贴人 你别去贴人 你别动 红红你是警长 吃炸弹我都不动 吃炸弹都不动 有一个问题啊 你如果认王大谋是刺客 那第一把那个肯定是专杀到的 那猴哥那边谁是专杀 哪还有外置位 那猴哥你不盘哪 关键是吧 红红你 开望远镜 不是啊 不是 关键 关键是什么 我开了 我开了 左上角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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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灯 我开了 我开了 哎 炸弹炸弹 炸弹炸弹炸弹 有炸弹栏 这样吧 直接投一个就完了 还敢刀啊 啊 汤道的尸体 呃 你们抱一下位子 在在就是关灯的一瞬间 呃 一堆人在那里 轰轰他们一堆人在那里 我不知道上面站着谁 但是关灯一瞬间我害怕混到 我直接到了地牢这个地牢门口 这个旁边不是有个牢笼吗 右手边那有个牢笼很狭窄的一个地方 我在躲的 但是我觉得过这么久我还没有报警不对 我就按着R键一直往前走 但我应该但我没看到尸体 我应该是汤道的啊 我应该是汤道的呃 你们上面站着谁有人混搭了 我是一个站在这个地牢右手边门口 这里窄窄的位置的地方 然后等着过雷火才出去的 你们里面出现了混搭啊 这轮出轰轰啊 是这样的啊 你看啊第一轮谁踩我 王大谋朱大强轰轰 对吧 王大谋朱大强轰轰踩我的话 我跟王大谋肯定不共边 对不对 你们全部打王大谋为焦点位 王大谋把焦点位给我 这不可能 首先这是记忆点 第二点 我被 呃我被啼虎吃了 被啼虎吃了以后 被砖杀给抛出来了 我自动报的警 我是不是为好人 你知王大谋是哪儿 那我是不是好人 那你鱼鱼是什么发言 你鱼鱼跟轰轰的发言说 宋十四有问题 那么好 这轮小可爱自动报警 专杀宋十四死了 谁买单 你轰轰不买单吗 你轰轰什么身份 我为官鸟者 鱼鱼在我这里 可能构成一张中立牌 然后轰轰在我这里 应该是一个狼 应该还有一狼 那么还有一狼是谁呢 我不到 要么就是你鱼鱼鱼鱼为双狼 但我觉得你俩应该没那么汗 说句实话啊 那这轮全票先打配轰轰 光 因为当时黑灯了嘛 黑灯的炸烂 响了之后我就往右 我是殡仪员 我就往右边跑了你知道吧 然后我右边跑了之后 我又回到了这个火把的位置 你是殡仪员 那眼睛送直视是什么玩的 在后面跟我回来的 我们两个就是没有下去过的 所以我我保鱼鱼没有开过道啊 我们两个是都是从左往右 然后又从右往左回到了这个点火的位置啊 啊过 呃鱼鱼法言 当时关灯关灯一起 我去擦那个灯擦完之后 当时在场很多人炸弹声音响 我往右边跑 我是跑的最快的那个 我先到了最前面之后 我听那边炸弹好像没有声音 我往回走两步同株跟我擦肩而过往右边走了 所以说当时我回去包包包我是吧 我不能保包包 因为包包当时是就是站在那个 就是已经站在那儿了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到那儿的 所以说这一把修可爱踩尸体 我肯定认他一张好 出轰轰可以没问题 我是通灵 我是通灵 刺客狼已经走了我不怕 王大摩刀人是有尸体 并且是到加拿大了一张牌 他肯定是刺客狼 我不怕我通灵 好吧我通灵过 来轰轰你能说一开始是这样的 那个不是大家都在那个实验室 对吧 然后轰轰跟实验站在那儿 然后灯一黑 咱们就轰轰就说到那个左上角 左上角就站在那里 好左上角过了一会 搭档响了以后 我是走到了这个隧道 知道吗实验室下面这个隧道 然后就报警了你们 我是工程师 工程师 工程师 官吊者 通灵 先头轰轰 先头轰轰 猴哥肯定是好 十四刚的发言 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好人 主要是现在倒的人太多了 我要不要拍我身份 我警长 直接说吧无所谓 鱼鱼我觉得可以认 灯黑的时候他跟我擦肩而过 他没到我也没追我 好吧 偏头轰轰 他刚报官鸟走吗 跟猴哥身份撞了 过了 可以啊 投我无所谓的 我这把帮 帮狼玩呗 好人不要我帮狼玩呗 我一张中立牌 好吧 两狼直接帮你们 扛一堆票好吧 这把我走 炸大狼专业上手 请玩好 多了不说了啊 我直接过 我都懒得变我鸽子 来吧 来 挂票往上挂 我鸽子牌 我先给自己挂一票 你们别急 包包你是病医员 那宋十四是啥呢 他是坏人呗 我是病医员 然后他被钻杀杀了 是这意思吗 同主你认猴哥的话 就包包切割 你认猴哥 是这意思吗 那 他是坏人 然后他还 明白了 嗯 开个饭 我直接开饭 这轮出包包 宋十四在死之前跟我说他是病医员 他被钻杀 他被钻杀给杀了 然后被小可爱给唐到了 然后你说他是坏人 那这个怎么才能说通呢 我觉得咋样的他也说不通啊 你小可爱不是唐的吗 对吧 小可爱唐到的尸体 宋十四给我报了个殡仪员 他被钻杀给杀了的 咋的他也讲不通啊 那你讲一讲吧 我们先出包包 过 我给你讲一下 轰轰定狼 他跳鸽子 假的 宋十四才是那个鸽子 他跳一个兵医员 对不对 我才是真的兵医员 所以他被杀了之后 他被唐到了 我是真兵医员啊 你这要出我 猴哥我认你是个好人 因为你第一波是被抛出来的 对不对 你我认你好 然后你说你要出我 我已经给你盘明白了 轰轰肯定是定狼走的 宋十四 鸽子 他跳我身份 对吧 第一波我没跳 他直接上来 他跳了个兵医员 过 徐宇发言 出包包 包包这个兵医员 比其他兵医员牛一点 包包这个兵医员 他能钻到那个 厨剑那个铜里 你知道吗 我从那个坑里边 俯伯往外头走 玩的事 我想着直接去饭堂开饭 因为在我这包包 只能说包包铁狼 切哥可能是他狼的友 我当时 这个鸽子的路也走不懂了 这个包包从下面 一个俯冲下来 就钻进了那个桶里 这个兵医员 非常牛 他可以钻桶 我们先把包包打出去 先把包包打出去 但是如果包包打出去 游戏不结束 我觉得切哥是他队友 为啥 为啥 因为第一把你认猴哥 一个好的情况下 钻一刹肯定在外边开刀 但是包包这张牌 只有切哥他说他看到包包了 所以说 这一波先出包包好吧 先出包包 你在说什么鱼鱼 我们复活第一轮轰轰 包包同株 修可爱也在 第一轮的发言 你拿到现在来说 你在说什么呀 啊我 我抱了 我抱了 我是那个鸽子 我是那个鸽子 这鱼鱼 你这么怎么这么惨啊 对不对 还要不要玩 都说了第一轮发言 我直接在那个实验室那里站着 有包包 有童猪 有轰轰 我跟轰轰贴墙站着 你在说什么呢 啊 这鱼鱼有问题啊 你才是包包的队友好吧 过了 我们先出包包嘛 不管怎么样 先出包包 结果我怎么突然又 吃鸽子了 是这样的 我就看小孩的身份 有没有跟前面人撞 因为小孩刚才是没有包的 然后他是汤到 自己把它熬了呗 你就看小孩身份 有没有跟人撞 没人气票 秀才确实是提呼啊 第一轮秀才就得是提呼了 猴哥怎么变啊 变个那样的 然后还没个明确的采 那猴哥也是提好 对吧 他听了十四说他是病员 十四又是被专业杀手刀的 对不对 那十四肯定是病员 那我们先把包包投了 好吧 小孩你说你身份 有没有跟前面人撞了 就想要过 没有 撞身份可以投包包 于于说了 他一个病员直接装筒了 什么身份可以装筒啊 先把包包投了 游戏没结束 就很明朗的 就知道要投 那个警察局到谁了 要过 我病员我装个筒子了嘛 我多带了个筒子 他 左边那一牌子都是新的 实验室 哎呀 还没有结束吗 哎呀哈 哎呀呀 实验室吗 实验室 实验室 哦 完了 京党大人 哎 你死吧 我他我掉了 哦 啊 啊 啊 哇 哇 哇 没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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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不了了 好痛苦啊 现在 如果是到 我都绝望了 对 丢就完事了 一路丢 大幕叫了吗 没办法 没办法 好的 我我刚才到 我我刚才到工程师的时候 我装盔甲装太快了 在我面前直接掉线了 我绝望了 我说警长没了 说完了 我没想到你们遇到这样 工程师CD 你们不记 还有刀 还有刀 谁是上帝 我大喊我便宜 还好 我是上帝啊 我 你们先玩啊 我们明天见你们先玩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 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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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玩吗 怎么说 还玩再教一个呗 怎么了 OK 好嘞 我再给他发码 还好猴哥记得我是丁一元 我说猴哥 我说猴哥 开眼神了嘛 我没看到人哪 怎麼报警了 太卡了 我不记得 你有没有后来 你把你转过去 你把你转过去 中间 那这个 我呀 那这个 谁呢 啊 咱呀 咱咱 咱。咱。 OK 马上到 给张发码